哈喽小朋友们你们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跟莉莉老师一起学画画 老师呢今天要教小朋友们画一个雪人 啊不知道小朋友们冬天的时候有没有去滑雪 有没有去对雪人啊 那雪人怎么画呢 那就快跟老师一起拿手里的纸和笔吧 我们跟以前一样啊 如果每个星期看小朋友 看老师画画的小朋友呢 一定知道我们这个纸啊是要把它对折的是不是 之后呢老师的这个啊 这个雪人就要在这个纸中间画了 首先呢雪人有什么 雪人是不是有帽子 那我们就要从她头开始画 这个是中心点 上边 好我们在画她帽子之前呢 我们要先画一个她的头 她的头怎么画哈 小朋友们看清楚 这是这个竖轴线啊 我首先啊在这儿 我先在这儿中间点一个点 告诉小朋友们我要在这个画 这是中心点上面这个地方 然后呢我要沿着她 左边画一根线 右边画一根线 不是特别长哈这么长 为什么呢因为这要是她的帽子 下面是她的头哈 然后我在上面这样 哎左边和右边各画一个小弧 然后我再把它这样连在一起 连在一起之后呢这是她的帽子啊 东京的棉帽子 就上面的那个厚度 然后再往上 哎呦给她画一个半圆 这样下来就是她的帽子哈 当然她的帽子呢有很多形状的好了 我们让她呢就上面是一个半圆形就可以了 之后给她帽子上面画一个球 那球怎么画哈 就是这样 哎就这样的 很随意的画一个球在帽子上 好 上面的帽子我们就画完了 我们来画她的圆圆的头哈 头怎么画 就在这个下边左边一个点 右边一个点 老师先点一点 之后是这样的 哎 一个圆圆的头 是不是这样的 半圆哈 这样下来 然后把它这样连在一起 是不是她有一点扁 没有特别的圆哈 为什么呢 因为她还带了一个围巾 她的围巾啊 给她这个下边挡上了一部分 围巾怎么画 就在这这样 哎画一个 这样的线哈 细一点的弧线下来 然后 她的围巾是这样的 在这儿画一个 这样的 两个竖线连上 然后这样 好过来 拌圆 右边呢 也是这样的 连上 这样的 就是她的围巾 之后呢 我在这儿画一个 她大大的肚子 是不是 然后右边是从哪儿的 其实是这样下来的 但是她的围巾挡上了一部分 是不是应该是这样的 那老师就是这样下来 哎 然后呢 我们不用一笔把它画完 我们可以这样连上 哎 就这样把它画 然后老师用这个笔啊 加粗一下 把它的线条 下边的部分呢 加粗一下 给小朋友们看得更清楚一点 好 是不是很简单 我们都用了圆儿圆儿 然后这样的 圆儿圆形 之后还做什么 老师呢 要把它的围巾啊 装饰以下 那怎么办 比如说 它的围巾啊 是这样的 这样的 带这种 这种弧线形的 就是有一点点弧度 然后呢 这下边也是这样的 有弧度 这样的 里面是这种格的 然后呢 它雪人身上的这个衣服啊 扭扣也很有趣 就跟它的帽子是一样的 老师用这样的 哎 这样的 这样的锯层啊 这样的线给它 画三个 这样的 哎 随意画啊 不用 要必须画成什么样子啊 就这样随意画 哎 这样的 就它身上的这个扭扣 是不是老师的话 还是以这个中心为准啊 所以在我这张纸的 也不偏左 也不偏右 刚好在它中间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 为什么要画这个 竖轴线 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之后呢 我们要画上雪 是不是 画很多很多的雪 哎 我们它去 一般都在 小朋友们都在 雪堆里堆雪 然后很多很多的雪 我们就这样画 很多很多的 波浪线就可以了 然后呢 还有雪花 那雪花怎么画呢 我们可以就这样了 小朋友们 看老师画雪花 其实很简单 就是这样 横 树 这样斜过来 斜过来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用这种黑笔画 我们也可以一会儿 直接用我们的 油画棒来画 都是可以的 小朋友们 可以像老师这样的 老师呢 再画慢一点啊 这是什么 就首先写一个十字 然后呢 从它这交叉下来 是不是这样的 然后呢 左边也是这样 大一点的 这样的 小一点的 都可以哈 这样的 任意的话哈 长一点的 短一点的 都可以 就是雪花 是不是 下雪天 小朋友们喜欢 我们背景都画了 但是他什么没有画 是不是脸还没有画呀 嗯 老师没有忘 脸怎么画 雪人呢 老师给他 一个大大的眼睛 哎 里面呢 给他涂石 涂石之后啊 他有一个 鼻子 他鼻子怎么画 小朋友们看清楚啊 老师在这儿 画一个弧线 然后前面画一个小尖 这样的小尖 哎 跟他脸上 是不是就是他的鼻子 然后我的雪人很开心 他在微笑 哎 老师就给他画一个 微笑的嘴 是不是 让他看起来 非常非常的开心 是不是 然后我的雪人 还有什么 还有手 我这样 往上边呢 这样 哎 有一根小棍子 这样 这样的 插上他的小棍子 在这个左边呢 也是这样的 哎 一根小棍 上来啊 这样 这样的 小棍子 他的手 然后我现在 把他这个棍呢 略微的加粗一点 让他看起来 插得结实一点啊 加粗一点 好 那快点跟老师 一起把他涂上颜色吧 我们的底稿呢 暂且先画到这儿 好 那雪人是什么颜色呀 雪人一般都是 白色的 因为它是雪呀 对不对 今天老师呢 用油画棒 教小朋友 怎么涂它 首先呢 我们要选 在油画棒当中呢 选一个蓝颜色 它呢 是一个比较浅的蓝颜色 所以老师用一个浅蓝 怎么涂 就这样的 轻轻的 把它涂在这里边 沿着这个圈 这样 涂上 轻轻的 就可以了 手拿着 这样轻轻的 摘里圈的时候 这样 这样 让它有一个略微的这个 蓝色 好 然后呢 它的脸这个地方也是 我们把它略微的 给它一点点蓝色 让它看起来呢 更加的漂亮 好 之后呢 我们要给它涂上 它带了一个红色的帽子 所以老师拿了一个红颜色的这个油画棒哈 红色的 那我把它涂在哪呢 涂在它的帽子上 我这个地方 哎 我把它涂上 红色 就把这个比略微的放扁一点 我就能把它涂上了 红色 然后呢 我可以把它的帽子呢 上面比如说 我给它画成一道一道的 这样的一道一道的 给它 让它的帽子呢 看起来有不同 你也可以喜欢给它 把它就涂成同一个颜色 给它全部涂实也可以 老师呢 就这样的 给它画出来几个道 然后呢 让它看起来 这个帽子啊 还挺有趣的哈 还有一点点白色 好 这是我这个选的帽子 它头上呢 还有一个这个小球是什么 所以呢 老师呢 就要选一个黄颜色 给它这个小球 是红色和黄色搭配在一起哈 这样的 黄色的球球 就把它涂实 这样的 哎 之后老师用同样的这个黄颜色呢 涂它的鼻子 哎 小朋友们呢 如果喜欢其他颜色 也可以把它画上其他的颜色 老师用这个黄的 把它涂上 涂上之后呢 我就选一个什么颜色啊 选一个粉一点的颜色 为什么呢 我想给我的这个 小学人 涂一个漂亮的脸蛋 这样的 哎 涂上了 还有就是它的围巾 它的围巾呢 是什么颜色呢 我仍然用哈 我刚才给它涂过的这个红颜色 涂帽子的红颜色 我可以在这里面 给它每一个格 隔一个格 给它涂上红的 如果你喜欢 你可以把它每一个格都涂上 老师呢 是跳着涂的哈 隔一个一个有一个没有 这样的 然后一个有一个没有哈 这样涂的 或者是呢 小朋友说老师 那没有的那个 觉得不好看 那你不可以 给它换上其他的颜色 也可以呀 你可以用黄色 或者用其他的颜色 来给它涂上 老师呢 就整体的 用的是这个颜色 红色和这个白色哈 这样的 嗯 北京老师就画好了 整体呢 这个雪人呢 它是比较容易涂的 然后它还有什么 它还剩下它的手 是不是 它的手呢 我选择一个棕色 就比较深一点的棕色 我涂在这 哎 跟我这个黑色哈 贴近 然后我把这个黑色 给它 两层叠加一下 在这边就是在这 涂一下这个棕色 嗯 这样的 涂在我这个黑的上 好 是不是它的手 好 是不是它的手呢 就已经涂上了呢 之后呢 我们涂雪花 雪花是什么颜色的呀 蓝颜色的 是不是 所以呢 老师呢 选择 拿蓝颜色这样的 然后把它放扁啊 这样的 可以这样的 给它淡淡的扫一下 然后也可以呢 比如说我这样的 给它按照我刚才 写的这个字 给它这样涂上 也是可以的哈 我们也可以就这样的 给它扫一下 这样的 然后再给它涂湿 好这样 然后左边呢 也是 给它涂一下 把油画棒放平哈 把它放平 它就会出现 这样的颜色哈 面积就会大一点 好 现在呢 老师的这个雪哈 雪人上面的雪花画完了 下面呢 我们可以用同一个蓝色 也可以选择不同的蓝色 因为它这个雪啊 老师把这个油画棒啊 放扁 这样的 扁着呢 把它放倒哈 这样的 这样呢 画出来的面积比较大 就是这样的 下面呢 也是这样的 这是老师用的一个深一点的 这个油画棒 我用完它呢 再选一个其他的颜色 比如说用一个浅一点的蓝色 我用这两种颜色来叠加 就像我们画水彩是一样的 因为有深有浅 这样它才会有变化 有好看哈 所以老师在下面的时候呢 用一个浅一点的颜色来叠加 这样 最后呢 效果是这样的哈 我也可以把这个稍微往上带一点 往上带一点哈 这样的 如果小朋友喜欢画背景 可以把整个的后面呢 都让它带一点这个 整个的背景 像老师这样 少一点哈 让它都带有一点点蓝颜色 就好像 哇 外面真的是雪的 下雪下的很大的感觉哈 这样轻轻的 一定要轻轻的扫哈 因为如果太重的话 就会显得 这个画面没有那么的漂亮 老师这样轻轻的扫着上面 拿扁了 扁着拿 这个笔 好 好 现在呢 老师的这个小雪人呢 就画完了 不知道小朋友们喜不喜欢它呢 如果喜欢的话 就请给老师点赞和订阅吧 这样就不会错过 每一期的视频更新啦 好 这一期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吧 我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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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